敬愛的魏老師 莫會長 神父會長 開學師 各位師兄 師姐們 大家晚上好 我今天是臨時上一場 原本是有一位師姐 因為她突然間生病了 然後不能癌 那我今天就由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我自己的身體的狀況 我其實在這個冠病圖 是在這個2020年的時候 然後在2020年到這個2020去年的時候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自己的這個體重 從48公斤降到39公斤 是超級的瘦 我現在剛剛增加了兩公斤 所以我只有41公斤 OK 我這個問題 其實我剛出在想的時候 我在這兩年 這一年多以來是 OK 這一年多以來 其實我沒有什麼異常 就是我能吃能睡 什麼都沒問題 可是我的體重一直在下降 到最後呢 我就是 感覺到 也開始的時候 也沒感覺到是什麼問題 以為是說 只是身體有一點的 特別的熱 然後我以為是 我喜歡做運動 晚上的時候 然後我在靜坐的時候 就是不超過五分鐘 我的身體是超熱 我無法忍受 我就算治條 也無法治條 五分鐘 我就退下來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我運動 然後因為身體很熱 而造成的 後來也是 我想想也是不對啊 因為我 身體還是特別的熱 然後我的體重一直在下降 這些都是我在思考的一些問題 到最後 到去年的那個 7月份的時候 我就想到 身體是不是出了狀況 然後我就去做一個 全身的檢查 包括女人該檢查的 我都去了 都做了 然後我也驗血 然後出來的報告 我什麼事都沒有 後來驗血的報告顯示了 我中了 假裝線 後來用我的家庭醫生告訴我 這個假裝線 在他們的那個 藥房 沒有這個藥給我醫 他就介紹我到 新加坡的那個 中央醫院去 然後後來我去了那個 中央醫院 見的那個醫生以後 他也告訴我 這個藥 這個病沒有藥醫 然後他只告訴我說 你會有很多的狀況 就是第一 你身體會發熱 然後你很容易累 因為肚子也很容易餓 然後就是說 心跳也會很加速 然後有時候 你的手也會抖 這些狀況都有 所以這個狀況來想 醫生告訴我沒有藥怎麼辦 沒有藥醫 我就想到 我只能夠靠長生學 那我回去 我怎麼辦 長生學 我調了之後 五分鐘都不行 做也不行 那我怎麼辦 我只要告訴自己 我要堅持 我只要十分鐘 我不需要太長的時間 我堅持著 這樣堅持了兩個星期 我就是每天只花一個 十分鐘靜坐 十分鐘跳著 你看我現在在講話的時候 我拿著這個 還會抖 因為我的手會抖 所以這個情況 超過兩個星期過後 我發現我的體溫下降 然後我不只可以做超過十分鐘 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 我接下來就是這樣做 就接下來的這幾個月 我繼續的這樣靜坐 直調 我現在的體溫已經降到 普通的體溫了 已經再也不會有那種特別熱 就是說我無法靜坐 可是我的狀況還是有了 所謂的 累 肚子很容易餓 那我怎麼辦 我肚子容易餓 我不可能一直在吃了 只能夠調我的胃 所以我還好 我還是很正常的進食 所以並不影響我的狀況 所以我今天 在這裡給大家 做這個小分享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有什麼事情的話 當然你們今天 學了這份手藝以後 記得有什麼事情 堅持到底 不要放棄 好 這樣我就要感謝你們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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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